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要高效率地找到需要的信息 可能需要一点查找算法的思想 从本节课开始 我们将学习两种常见的查找算法 顺序查找和对分查找 那么什么是顺序查找 如何用流程图描述顺序查找呢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 第四课顺序查找 今天的学习中会有一些小练习 请同学们准备好纸和笔 查找是一种在一定范围内 寻找符合条件的数据的操作 其目标是以较少的步骤 和较短的时间找到所需的对象 查找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中 广泛应用 它的方法很多 顺序查找和对分查找 都是其中比较典型的算法 这节课我们学习顺序查找 在本节课中 我们将讨论两个问题 一 什么是顺序查找 二 如何用流程图描述顺序查找 我们首先进入第一部分的内容 什么是顺序查找 比如有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从一叠随机收取的作业本中 找到小致的那一本 我们一般怎么做呢 哪位同学来说一说 老师 我作为课代表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会这么做 先翻看第一本 如果是小致的 就找到了 如果不是 就继续向下找 也可能翻完所有的作业本 都没有找到小致的 说明这叠作业本中 没有小致的那一本 感谢小雅同学的回答 其实 从她刚才描述的过程中 就蕴含着顺序查找的思想 为什么说小雅同学 刚才的描述中 蕴含有顺序查找的思想呢 我们先看一段动画 请同学们在观看动画的过程中 用自己的话 归纳一下 动画所演示的主要步骤 那位同学 是的 说一说 老师 在刚才动画的演示过程中 我看到 当确定要查找的数是432后 首先 第一 和它进行了比较不相等 然后 第二 又和它比较也不相等 最后 第三 和它比较相等 动画显示 找到 三 这里的三就是刚才找到十 数组元素的下标 感谢小达同学的描述 她观察得很仔细 大家回想一下 小达同学的描述 是不是和前面小雅同学 找作业本的情况很类似呢 听完小达同学的描述 我们再看一个动画 请同学们在观看的过程中思考 这个动画和前面那个动画 最后的结果 有什么不一样 那位同学来说一说 老师 前面的动画找到了 这个动画没有找到 感谢小达同学的回答 前面我们说过 查找的目标 是以较少的步骤 和较短的时间 找到所需的对象 那这里没有找到 是不是查找呢 老师 我觉得这个也是查找 因为在这个动画中 对于要查找的数据165 虽然经过5次比较 在数组D中没有找到 但它也是按照顺序 从D1到D5的范围内 一次比较的 结果虽然没有找到 其实也让我们知道了 这个数组中 没有165这个数字 也是有意义的 感谢小月同学 是的 这也是查找 其实 从刚才的动画 和几位同学的描述中 已经说明了 顺序查找的基本思想 一般来说 被查找的数据 称为查找件 如果我们用一个变量K 来存储查找件 用数组D 存储被查找的数据 顺序查找的思想 可以这样描述 从数组D的第一个元素开始 依次判断每一个元素的值 是否与查找件K的值相同 若某个数组元素 Di的值等于K的值 表示找到 结束处理 并输出该数据 在数组中的位置 若找遍所有数组元素 但无任何元素的值 等于K的值 表示没有找到 结束处理 并输出查找的结果 是零 了解了顺序查找的基本思想 接下来我们进入 第二部分内容 如何用流程图 描述顺序查找 有这样一个问题 在规模为N的数组D中 存放了一组数据 采用顺序查找的方式 查找一个数据K 请设计算法 我们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 规模为N的数组D 还需要一个用来存储 被查找数据的变量K 以及表示数组元素 下标的整数型变量I 并设置它的出值为E 然后比较DI等于K 是否成立 有两种情况 一是成立 表示找到了 就输出找到 和当前I的值 算法结束 二是不成立 我们就通过I等于I加1 让下一个元素 和K比较 如果 比较完了所有的数组元素 不存在 DI等于K成立的情况 就输出0 表示未找到 比较完数度D 所有元素的判断条件 使I 小于等于N 不成立 由前面所学知识 我们知道这个算法 让I 从1 到N变化 可以用循环结构实现 里面的判断 DI 等于K 可以用分支结构实现 根据刚才的分析 有一位同学 画了这样的流程图 我们看一看 开始 输入要查找的数据K 然后 通过I 付出值1 判断 I小于等于N 是否成立 I等于I加1 控制循环 在循环体内 判断 DI等于K 是否成立 成立的话 输出 找到和I的值 不成立的话 让I等于I加1 继续下一个元素的比较 直到I小于等于N 条件不成立时 循环结束 然后再判断 是不是未找到 成立的话 输出0 算法结束 请同学们观察这个流程图 分析这个流程图 能不能用来描述顺序查找 老师 根据前面我们学习的算法特征 我觉得在这个流程图中 循环结束之后的判断 未找到 算法无法执行 小雅同学说的对 虽然这个流程图形式上 好像描述了顺序查找 但还不够精确 因此 针对这一类问题 一般是在算法中 再设置一个变量 如Flag 作为标记 我们一般预设Flag 等于0 默认 未找到 在循环体内 若 DI等于K 条件成立 就令 Flag 等于1 表示 找到 循环结束后 根据Flag 当前的值 决定算法的 最终输出结果 针对前面的问题 请同学们根据 刚才老师的提示 在这个流程图的基础上 进行修改 哪位同学和大家交流一下 老师 我是这样设计的 循环开始前 给Flag 复出值0 在循环体内 判断的条件不变 条件成立时 让Flag 等于1 循环结束后 判断Flag 是否等于1 成立时 输出找到 以及I的值 不成立时 输出0 感谢小达同学的思考 和回答 按照小达同学的思考 流程图是这样的 其中 流程图中 红色边框的部分 就是刚才小达同学的描述 那这个流程图能够描述顺序查照吗 为了让大家进一步理解 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小练习 如果一个规模为4的数据 已经存放了4个数据 要查找的K的值是86 在刚才小达小达同学设计的流程图 在刚才小达同学设计的流程图基础上 我们可以这样微调 直接用复值语句 K等于K等于86都要查找的数据复值 因为数据规模是4 所以用I小于等于4作为循环判断条件 请同学们拿出纸和笔 用列表法分析这个算法的执行过程 哪位同学和大家分享一下 老师按照这个流程图 执行过程是这样的 算法开始 Flag的值是0 I的值是1 进入第一次循环 79等于86 不成立 Flag的值没有改变 仍然是0 I的值加1变成2 判断2小于等于4 成立 进入第二次循环 86等于86 成立 Flag的值变为1 I的值加1变成3 再判断3小于等于4 成立 进入第三次循环 92等于86 不成立 Flag的值没有改变 I的值加1 变成4 继续判断4小于等于4 成立 进入第四次循环 90等于86 不成立 Flag的值没有改变 I的值加1变成5 这时候 判断5小于等于4 不成立 退出循环 因为Flag等于1 成立 走左边的流程线 输出找到 并输出了当前 I的值是5 这和我们想要实现的算法功能不符 感谢小雅同学 如果按照这个流程图 不仅仅最后的输出 不能正确标明所查找数据 在数据中的位置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看这个列表 其实在第二次循环的时候 Flag的值已经是1了 表示已经找到 但是循环并未结束 这和我们前面关于顺序查找的描述 找到既停止 也不一致 请同学们想一想 怎样改进这个流程图 哪位同学来回答一下 老师 根据列表法分析的结果 以及我们前面定义变量 Flag时的含义 我觉得 应该在循环判断条件中 加上关于Flag的相关内容 用I小于等于4end Flag等于0作为循环条件 同时 在最后输出时 将输出找到 和I改为输出找到和I减1 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很好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正如小月同学所言 按照小月同学的分析 我们再看一遍这个问题的执行过程 进入第一次循环时 因为79不等于86 因为79不等于86 Flag的值 再判断 再判断 Flag等于1成立 输出 找到 因为I的值是3 所以输出 I减1的值是2 这时候的流程图 符合我们前面对顺序查找的描述 所以 完整的 针对规模为N的数组的 顺序查找的算法流程图 应该是这样的 请同学们注意 判断条件和最后的输出 老师 我觉得这个流程图和我们前面的描述 还不是完全一致 因为我们前面分析时 说找到的时候是输出找到和I 这里是输出I减1 刚才小月同学在分析时 我觉得也可以不用修改最后的输出内容 而是在循环体内 将现在的单分支结构改为双分支结构 让DI等于T成立时 flag等于1 不成立时 I等于I加1 这样的话 flag的值改变时 I的值并没有改变 就是当前我们找到的那个数组元素的下标 萧雅同学真的是很善于思考 正如萧雅同学所说 常用的 针对规模为N的数组 顺序查找的算法流程图 应该是这样的 这里所用的flag这样的变量 我们一般称为标记变量 在找到要查找的数据时进行改变 并将它加入到循环判断条件中 让循环根据它的当前值 决定循环是否继续进行 最后还根据它的结果决定输出的内容 这样的表示标记的变量 在一些算法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用流程图对顺序查找的算法描述 设计好了顺序查找的算法 接下来我们看这样一个问题 已知在规模为5的数组D中 已经存放了5个数据 两位同学设计了不同的算法 分别如这里的流程图1和流程图2所示 如果我们在算法执行时 输入K的值是7482 请同学们观察这两个流程图 说说它们输出的结果是什么 老师我分析下来 在流程图1中输出的结果是3和5 在流程图2中输出的结果是找到和3 谢谢小达同学 在观察这两个流程图时 哪位同学有没有其他的发现 老师流程图1是找到所有符合条件的值 而流程图2是找到第一个符合条件的值 然后就停止了 流程图1与每举算法比较相似 而流程图2与顺序查找比较类似 感谢小雅同学 她的观察很仔细 第一个流程图和我们前面学习过的每举算法很相似 第二个流程图和顺序查找很相似 其实在上一单元中我们学习了每举算法 这个算法和我们今天所学的顺序查找在结构上非常相似 都是循环结构 欠套分支结构 其实每举算法在数据中也有广泽的应用 每举算法和顺序查找 他们应用的场景不同 我们用一个实际生活中的例子 是这把钥区能打开第几号门 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 运含有顺序查找的思想 顺序查找是寻找值所在的位置 找到就结束 而每举算法是寻找符合条件的值 它无论找到还是没有找到 都会在每举范围内搜索一遍 当然了 各种算法的使用 需要同学们根据要解决的问题的具体情景来决定 本节课我们学习了顺序查找的基本思想 及流程图描述 还将顺序查找和每举算法进行了简单对比 了解了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应用场景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采用顺序查找 在规模为N的数组中 查找一个数据 问最少需要比较几次 最多需要比较几次 这个问题 请有兴趣的同学课后思考 查找 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经常遇到 查找算法 也是算法和程序设计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本节课我们学习的顺序查找 只是其中的一种 课后留有思考题 希望同学们认真思考和体会 下节课我们将学习另外一种查找算法 接下来是思考与讨论时间 同学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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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